量子快报 第十一期第一部分 2024年9月14日 一 中共国州 美国国会通过25项灭共法案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网站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中共国州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5项重要立法 以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共在军事、经济、意识形态和技术方面的威胁 其中包括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认可的重要立法 有12项法案直接来自特别委员会2023年12月经济报告 和2023年5月台湾十条报告中的政策建议或与之相一致 二 卢比奥警告来自中共国的经济威胁 华盛顿时报报道 马可·卢比奥参议员本周发表了一份报告 揭示了中共国为获取技术和主导关键市场而开展的名为 中国制造2025的全球运动的成败得失 他指出 中共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基地 并通过盗窃、扭曲市场的补贴和战略规划 中共国当局目前在许多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必须努力战胜来自中共国的挑战 以确保美国地位和利益 三 战胜共产主义 华盛顿时报报道 记者比尔格茨就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 分享了他的见解和分析 他指出 中共当局正在台海、南海加强军事建设 在全球各地挑战美国利益和地位 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美国 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中共警察战 中共独裁政权对美国的渗透和威胁是全方位的 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、外交、网络、太空、科技等各个方面 共产主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